一人奢侈曼6月5日现身香港轻衣出席香港绿色日启动礼,并获委认为环保大事。 奢侈曼表示自己日常生活相当注重环保,比如尽量不要开太多空调,如果天气热就好像自己那样少穿点衣服。 又说拍戏开工,多数会自备餐具和饭盒,很多时候连食物都是自己预备好,既环保又卫生。 另外,奢侈曼日前或一般好友庆祝43岁生日,不过所送的生日蛋糕上面就有两个人偶,难道说要祝贺奢侈曼已经找到另一半了吗? 我不知道,本来是一个兔子,然后一个小猪猪的,然后那个小猪猪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太丑了,然后就换了另外一个,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 另外,TVB新剧《公星祭2》《生公祭》最近热播,又掀起一股公斗剧热潮。 而身为2009年版《公星祭》的女一号,奢侈曼就说自己只看过续集的第一集,不知道她有何评价呢? 有,当然有啊,因为那个时候拍公星祭的,我记得是挺热的,然后那个对白也非常的困难去记,那个剧本挺难记的,但是我现在看到他们都漂漂亮亮的,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一个很好的回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